中国女后裔张娟娟以一敌三一人之力挑战整个韩国队 抗韩成功创造中国射箭历史 今天杂将就来讲讲咱们中国的女后裔张娟娟娟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杂将体育圈 假如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 那韩国的国球运动就是射箭了 要知道韩国在射箭项目上有恐怖的统治力 正如我国在乒乓球方面的实力一样 自1984年奥运会以来 无论从团队还是个人方面 韩国队基本上都包揽了射箭的金牌 但是有这样一个人打破了韩国队的垄断 在雅加达亚运会上 以一人之力挑战了几位韩国队强敌 更是赢得了这场比赛的冠军 也成为了中国首位获得奥运会射箭冠军的选手 实际上张娟娟作为射箭运动员还是半路出家 她之前是练铁饼练千球的一位姑娘 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射箭 在射箭队练习了一年后 她渐渐开始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她所表现出的天赋也被国家队注意到了 2001年张娟娟被正式招入国家队 她和队友一起参加了北京射箭世锦赛 在女子反驱宫团体赛中赢得了冠军 这也是中国射击队第一次夺得团体世界冠军 之后亚洲射箭锦苗赛中 张娟娟也获得了个人冠军 她的坚持不懈和努力使她逐步成长 从一个省冠军到世界冠军的世界冠军 之所以说韩国队在射箭方面很厉害 是因为从1984年奥运会开始 他们就一直包揽女子项目的金牌 看得出他们的实力有多强 不仅如此 连团体赛韩国队都是难逢对手 04年的雅典奥运会 当时中国队在射击团体赛时领先9环 而韩国队需要10环才能获胜 可就是在这种高压下 韩国队的朴承贤一键十环射出定局 差一点中国队就获得了团体赛的冠军 虽然韩国队保住了团体赛的冠军 但在个人赛中 中国队出现了一匹黑马 这是韩国选手们所没有想到的 这匹黑马就是我们的张娟娟 她曾经说过 一直想要和韩国的三名选手对峙 即使是在晋级前八强的比赛中 张娟娟也没有遇到他们 只是在决赛时才正式开始抗韩 第一局张娟娟对战韩国选手朱贤珍 要知道朱贤珍是世界排名第三的选手 不仅如此 在两人之前的比赛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其实张娟娟从未击败过朱贤珍 但这场比赛中 似乎一切都是颠倒过来的 在比赛开始时 张娟娟就强大的压制着对手 尽管在后半程朱贤珍奋力追赶 但张娟娟没给对手任何反击的机会 最后张娟娟以106比101的成绩 机身四强 尽管如此 韩国队也并不担心 因为他们知道张娟娟会在半决赛时遭遇强敌 而这个人就是世界排名第二 所谓的天才少女李玉姬 在出场奥运会时 就说自己一定能拿两块金牌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但他确实有这样的实力 李玉姬在之前的北京奥运会上 就创造了119环的世界纪录 试想下一个人12件119环 相当于他有11个都是10环 这样的实力简直令人惊叹 但是在与张娟娟的比赛中 李玉姬的表现持续低迷 反观张娟娟一直很稳定 最后张娟娟以115比109进入决赛 而决赛张娟娟的对手是世界第一的朴承贤 如果说张一宁是国拼的代表人物 那么朴承贤就是射击界的张一宁 因为他从开始比赛就没有输过 射箭时他的动作也是争相模仿的典范 技术和抗压能力都很好 他也成为了本场比赛冠军的最佳人选 很多人认为张娟娟就算是在之前的比赛中射出 但是在和朴承贤的对决中一定会败下阵来 这两人的比赛看称是韩国选手的巅峰对决 因为他们没有一支箭是低于八环的 最终朴承贤109环 而张娟娟射出了110环 张娟娟以一环的优势战胜了朴承贤 他一口气拿下了三枚金牌 也打破了韩国在射箭方面的垄断 在赛后采访中谈起有关比赛的胜负 张娟娟直言当时的目标其实是在团体赛中 所以团体赛失败让张娟娟不服气 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不管韩国队是赢是输 都永远会放弃 甚至朴承贤也对张娟娟竖起了大拇指 他表示虽然他和队友都没能拿到冠军 但张娟娟的确是用一人之力击败了我们三个人 那个曾经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女孩 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薛海峰一个从新疆走出来的小伙子 因为两个人都是射界运动员 所以也会有一些接触 在奥运会后 他们结束恋爱步入了婚姻殿堂 2010年张娟娟生了儿子 因此张娟娟也暂时离开了国家队 直到12年的奥运会后 张娟娟才决定付出 但由于她奥运会成绩不佳 还得继续留在选拔赛中 在全运会预赛中 张娟娟仅名列第94名无缘全运会 这一连串的打击 让张娟娟最终选择退役 那么退役后的她将何去何从 有些运动员退役后 会选择从事教练这一职业 继续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但张娟娟曾说过 自己并不想成为一名教练 相对来说 她更向往朝九晚五的生活 很多人觉得射箭是一种享受 但如今她觉得射箭不是一种享受了 这就是她为什么不想做教练的原因 如今她在青岛的一个射箭中心 负责射箭项目 生活也很充实 家庭也很美满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关于这件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想要了解体育选手背后的那些事 或者关于体育知识小故事 可以关注杂账体育圈 本期杂账体育圈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